關於台塘梅花肉片檢驗出瘦肉精以後 我們的食安人員被苛責 被打壓 甚至有人要告他們 我非常的不以為人 瘦肉精風波爆發後 臺中市長盧秀燕首度現身 鏡頭前開口先替臺中市食安處報區 有人責問 臺中市政府檢驗出來以後 為什麼要公布 為什麼要公布得這麼快 對於這樣的指責 以廠商的利益為主 而不考慮到人民的權益 我感到瞠目結舌 我們一定要站在人民的這一邊 支持公務人員執行食安的公權力 臺中市食安處二號公布豬肉檢驗結果 驗出含有瘦肉精 西部特羅成分 但中央附件超過六十件 卻通通零件出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之一 是否有實驗室事件的可能性 我們食安處在去年還得到SNQ獎 我認為我們的食安處的這些檢驗 完全是照中央規範的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我認為這個數據是可以信任的 而臺中市食安處總計檢驗二十二次中 共有二十一次呈現明顯陽性反應 但最後是否只公布六次結果 其中更出現零點零零二及零點零一八ppm的極大差異 黃必勝也質疑是否已顯示出實驗室的不穩定性 那我們留下的這些都是很穩定的出現 這個在西布特羅出現風值的數據 假使每一次二十一次每一次都在同一個點出現的話 這樣子的檢驗反而有點可能是反而是有點問題 台中市食安處收到廠商申請覆驗 六號上午九點邀請食藥署官員 學者及廠商代表等人參與覆驗 同時輕鬆檢體到食藥署啟動雙規覆驗 預計最快七號結果將會出爐 明視線王學梁志祥台中報導